這隻毛色 聽說我建立了780元 差一點東西,因為還未可以好 不過我記得有幾個觀眾都跟我說 不如你家裡的東西如何建造 是沒有床,我看到的 第一個我們先下去吧 曾經我先去這裡 不同了,光了我的樓梯 沒錯,我記得有個觀眾就跟我說 不如你把新打回來的NROP 中介燈放在樓梯之間 其實我研究過很久,我在想放在哪裏 不如放在螢光石入面 但又不太好 或是放在這裡 但又看到旁邊的箱子 又不太好 我心想怎樣放呢 始終我都說它只有兩格位才會最美 本來我打算拆了這條樓梯 就像這樣走上去的 但它不是當半磚 是當一個Block 所以我一定要跳上去才行 所以這個方案我就取消了 結果想到 不如放在樓梯底,隔一隔 剛剛好,放到三格 那就完美了 不錯了 沒錯 這部分就是我修出這個光度 其實還有另一個方法 其實有些人都說 其實可以做吊燈的 放心 你的留言或其他觀眾留言 真的有用的 我真的會看完 沒錯 吊燈其實我也有想過做的 不過呢 我的樓底不是太高 如果這樣做的話 真的有一點點頂頭 我先示範一下 我們用這些叫做鐵圍欄 把中介燈 中介燈倒轉地放 這個就是很普通的吊燈 但你看看 其實這個樓底 我這個窗戶的樓底不是太高 如果這樣做的話 真的那個美感不太好 對 所以就 這個樓底的樓底 好像當 水母家都不行 阿翼家可能可以 阿翼家可能做到這個設計 因為阿翼家的樓底比較高 阿T的樓底都不行 因為阿T的樓底的樓底都很小 對啦 我們這次呢 有另一個觀眾 就是第三個 他就說 喂 其實你後面可以藏什麼 其實不是阿 其實我想說 後面那堆被我暫時種這些地獄拋子 之前去打 這個 打雕靈 打龍的 其實我現在的藥水 都有的了 有些的了 還有一些龍氣 這些叫做龍之氣息 用來做新的藥水 不過呢 我想到暫時是沒有用著 所以我不弄著 我先留著 因為遲些 如果不是我試試 我自己去打中介龍 看看我可不可以拿到這個 Dragon Breath 是不是叫Breath Breath 即是龍之氣息 或者龍之吐息 簡單點 滑溜點 龍的口水 對啦 先拆掉龍的口水 先拆掉它 先拆掉它 這個頭 這個頭 就是 升龍拳 就是你拿著這個頭 升龍拳 我們先收回 升龍拳 有些雪 對啦 這些Breath 其實我 不太喜歡 始終那個 格調 不是太美 我們先收回 Breath 也是 紫色不適合 紫色可能適合 逆 所以逆應該會很喜歡 這些紫色的 對啦 那我們 就說 我們要收回 好了 封好了 這裡好像很乾淨 很乾淨 很乾淨 非常乾淨 我們先把東西放進去 去到下一部分 我家也做完了 是時候要做另一個東西 就是 外面 阿潮媽之前 送給我 大的公仔 我想是時候要搬去另一個位置 因為 我在想搬去哪個位置 我在想 水母那個都搬去另一個地方 嗯 嗯 我那個搬去哪裡 嗯 本來想搬去這邊 不過這邊好像很奇怪 不如搬去那邊的山 因為這邊的空隙都很大 其實不如我搬在這裡 我們搬完之後 再回來 我應該沒有起錯吧 哇 你在這影片看到我起起下 又停下 起下又停下 我就是忘記了怎麼起 我要找回自己的CAP圖 然後再起回 我自己 忘記了 在拆之前應該要CAP圖才拆 但是 我忘記了 希望我沒有起錯了 希望我不要被超馬罵 嘩 他要說我 起了給你 忘記了怎麼起 我搞錯 我們搞定這部 終於完成了 我們家家 把公仔放在外面 那 就 靚了很多 我們前面的位置 那我們做下一件事 我們就去到我的神殿 神殿 其實有什麼用 暫時不告訴你 不過是關於石鷹的東西 那 好 我們上次 就說我沒有補回頂 今次補回頂 頂基本上跟下面的Pattern是一樣的 我最喜歡建一些對稱的東西 不對稱的東西我不適合 另一位觀眾說 喂 其實 你知道 風火台的激光柱 其實可以放玻璃裏 變色 放紅色 好 就放紅色 拍吧 不過我又不想 紅色的雷射射得那麼出 所以 我擺了白色在上面 其實我本來想用 一個實心的Block 擋住 但是 我知道實心的Block 是擋不到的 所以 反正水月這邊也是藍色 不如我這邊 我也是紅色 對嗎 放紅色 在上面 讓它再加深一點紅色 對嗎 嘩 整條紅色 很棒 對 今次 我要蓋上這部份 這部份也很重要 因為我帶了這麼多材料來 這部份真的只是蓋上東西 所以 唉 唉 來了 我們來 先來 再蓋上去 頂上 用這些 來Block 你來蓋上去 是否貴 你看到 這裡 凸起了 這裡也是凸起了 這裡 跟前面不一樣 你看到 因為這一格 是一個 半磚Block 我要多放一個半磚Block 所以 在這個位置 放一個半磚Block 那就對稱了 但是 只是這樣的頂 我覺得不太漂亮 因為 我有個提議 本來 唉 我忘記拿一個Crafting Table 上來 又要放回去 我們現在要什麼都帶上身 真是慘 這個箱裡的Block 就來 基本上 來就不太重要了 我們先把所有材料都帶上去 對 我看看 怎樣可以蓋得更漂亮 我自己 我自己 在這裡 就想有些 兩邊Lava 對 兩邊Lava 那怎樣可以做到對稱的Lava 讓我先想想 先 拿到Lava 在這一格 流下來 這一格 流下來 我們不如先用實驗品 先進去地獄 拿兩桶Lava 好 回來了 兩桶熔岩 就拿完了 熔岩的用處 基本上 我就是想由這裡 流下去 然後這裡 就可以找東西 承載著 摺實它 旁邊 都可能 或者後面 都找一個地方 承載著 讓它不會掉下去 或者不要被Spawn怪 等等 好了 接著來 基本上 我們都要蓋一蓋 蓋到差不多 再告訴你 是蓋到如何 剛才 我測試過 今天蓋好了 我們蓋了什麼 不如試一下 倒一桶Lava 在這裡 那些Lava 照樣就會向下流 不過 我要先封住 因為不能讓它流出去 照樣的Lava 就會跟著我這條迷宮路 就會流下去 不過 不過 現在Lava 不夠多 而且 它流錯了位 因為如果Lava夠多的話 它才會流得多 剛才 Lava不夠 我們唯有 小心 我們放前一點 來看看 那些Lava 就會流下去 下面的草 附近沒有木 不會燒著 也不會有花草樹木 不會燒著 基本上 有一條Lava 柱 從那裡流下來 相對地 裡面看 是非常安全的 只需要 不要突然走進去 Lava Pool 就應該沒事了 非常安全 裡面有 Regeneration 原來是一個快速挖 挖挖 叫Buff 不過 我有點 剛才挖礦 那時候 要挖 這個 我叫挖礦 快速 加速 這個Buff 令我拆爛了 神殿 一點 不過 也不大影響 只不過 要我跳下去 好了 好 我們要建立後面 暫時這個燈 就放了照明 這裏後面 其實我想做一個 由這裏才是源頭來的 我們 找一個洞洞 看看怎樣 先 我們用這個 先 圍一圍著 先 放一放 放一放 這個叫做 其實不會漏到的 我們 唯有 這個位置 好一點 先 用這個 這兩個 旁邊 先 拆開 都會阻礙 這樣 其實不是用這個 應該用10Block 我們先用10Block 這個 不是這個 對不起 應該是這個 這個 這裡 然後 這裡 然後 再放這個 大的10Block 然後 這裡放一個 這裡放一個 我們 M-Block 一定要保持放在這裏 要不然 這裡很黑 我暫時沒有放任何東西 這裡試過生怪幾次 好了 先拆開這塊 這個做 這個Block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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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用這個Block 來圍住 它 建造這個 樓梯 在這裏 樓梯 樓梯 在這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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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樓梯 封住 樓梯 它不會掉些拉法出來 也 弄得更好一點 讓它再給它一些層次感 … 不是 就是這樣 用這個抗角速整體 令我破爛了 但我又不想浪費任何一些 有些蟲想弄過它 好了 再加上兩... 我們先加上這個 這樣就漂亮很多了 終於起源了 沒錯 這個石英神殿 其實你可以說它是沒什麼用的 因為其實我只是放下我的石英 我多多的石英 不用的石英都放上去 本來這邊 左右兩邊都應該有些蟲想弄下去 這裡就留給觀眾你們告訴我 究竟留還是不留 現在你看到 這個叫什麼 很對稱的 好像有個龍套珠 中間有個東西 然後噴一些蟲想弄出來 其實不止兩桶 其實有很多桶 全部流下去之後 去到下面其實差很多桶 因為不然就沒那麼漂亮 兩桶拉法 即是兩桶拉法 即是兩桶拉法柱 扒下去 基本上拉法有什麼用呢 很簡單 很簡單 垃圾桶 另外就是 裡面有一個箱 基本上我會定期放一些石英 不是這些的,定期放一些射音,隨時給其他玩HOMEBASS的人去拿都可以 不過呢,這裡我正在想,是不是應該有一個方法,是不是要這樣封住它呢? 但是,因為始終上面有Lava,這樣封住,對不對? 嗯,這個讓我慢慢想想 但是有觀眾留言,我記得說不如用這個新的中介燈來裝飾你這裡 沒錯,所以我們現在就用這個中介燈來裝飾,還是叫做照明 因為中介燈的確是光很多的 嘩,你看多漂亮,漂亮得多多 雖然旁邊的火把我都不拆了,但是拆不拆好呢? 嗯,我們先慢慢研究一下 那,理論上呢,現在這個石英神殿應該差不多了,非常漂亮啊 嗯,有條紅色的激光柱,激光鐘,還有非常漂亮的,那裡有個冰的水星 對了,所以今集呢,我們起東西呢,就起到這麼多了 嘩,這個石英神殿真的很慘 不過接下來呢,我們另外一個項目就是,我家前面應該有個花園的 那,我們假日度假,這間度假屋都應該有個花園給我們去度假的嘛 那,接下來,之後要建的東西就是,前面的度假的勝地啦 哈哈哈哈 好啦,所以我們今天呢,建東西呢,就去到這麼多了 嘩,哇,我拜拜放得很快啊,哇,光加速好正啊 呃,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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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我們下一集的Homebase再見呢,拜拜 拜拜